哦 这里是神兽男 本期视频将给大家分享神兽的正常获取方法 以及新赛季我组的一个围攻三圣剑的娱乐队伍 这三只神兽包括五道雄狮 从七月份开始就已经可以进入排位对战了 先说一下神兽如何获取 就是雪荣鹅 布丝狐这一类的精灵 可以在手机版Pokemon Home中的GTS功能中交换到神兽 我上回那个跟随系统展示视频最后有提到过这个事情 评论区下面有人说不信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雪荣鹅能不能交换到神兽 我这里GTS上面已经挂了三个雪荣鹅 分别选择要了三圣剑 来看一看 第一个 钢羊 成功获取 第二个 草羊 成功获取 第三个 炎牛也成功获取 这个方法是二月份的时候一个叫阿岗同学的玩家告诉我 包括什么超梦啊 固拉多啊 盖欧卡啊 猎通座啊 随便什么神兽都可以换 不过我的炎牛是之前二月份我在派送的时候一个叫叔叔爷的玩家送给我的 他应该也是Home里面换过来的 那个时候Home刚刚开放 最近我试了一下 五道熊师也可以换到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方法呢 因为总有人问 诶 你神兽哪里来的 诶 我是Home里换来的 正常途径获取 希望大家也能这么去换 你不用管他里面换到的那个神兽是怎么来的 反正你是自己正常途径换来的神兽对吧 换来以后我心里也没有疙瘩 你们心里也没有疙瘩 大家一起做神兽男 还是理直气壮的合法神兽男 多好 不过神兽也不用去换太多 因为这些都是板砖 放着看 其实没有太大用途 获取三圣剑后 需要去对战塔 找这个大叔 洗一下钱袋的这个标志 之后就可以进入牌位了 关于雪绒娥呢 是需要雪吞虫 亲密度满220后 在夜晚时升级进化 也可以直接去捕捉坑里的雪绒娥 坑位捕捉地点 可以看我一月份发的 孟特坑位第四版 下面分享我新组的娱乐三圣剑围攻队 很久没有玩宝可梦对战了 看看做一回神兽男是什么感觉 不过这个队不太好应对空间 队伍码的话 我会放到视频最后的 你们想拿去玩的自举就行 神兽获取方法也分享了 还有队伍也分享了 这里提前给你们求个赞 感谢白蛇四月 来了 对面是什么 卧车 索罗亚克 又是两个威吓手 怎么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怎么玩 三个威吓手 一个两个三个 那鳄鱼威吓 然后咆哮虎威吓 暴鲤龙威吓 那我这怎么玩 强行围攻 就围攻上去 加四段 加四段 然后就被威吓一下 变成加三段 然后对面再威吓 我又把威吓没了 好烦啊 要不我先上多龙吧 然后带垃圾机攻 那就还是这两个 飞机还要不要 对面好像没有什么碎的 我这个飞机防碎的 就这样吧 卧槽双威吓开 你怎么捆啊 还好我没上那两个 不然我玩不了了 咆哮虎 然后我横进自趋 他这回不会直接击聚吧 我这边能打什么 我这两个围攻的 两个围攻的正在场上 我也不想击聚多了 我就随便打一下 打个暗影熊 或者龙星群 随便打一下 打谁呢 打咆哮我还打谁呢 打左边 右边开个顺风 然后就走 开 他直接击聚了 这边太可怕了 威吓队 这玩暴舞 玩暴舞这个队啊 暴雨龙想要推队 极具飞冲啊 想要冲我了 冲我的风妖精 机长 呜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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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等于我顺风也没看到 那看看他会打谁 他暴雨龙这位置 极具飞冲肯定打风妖精这位子嘛 那我換一個不怕的這個 但是我這邊兩個人都是 飛行系打上去都是 都是一倍 那怎麼辦呢 換這個吧 我不想讓炎牛受傷 這也只能拍我這邊 他們多龍也拍不到 啊 是索羅亞克 我都忘記在有 索羅亞克了 不是暴侶龍 剛才我沒看見 威克到底有沒有出發 我不知道我一出來以為他就威克了 我這邊降了特法 多龍 我瘋妖精還活著 對面好煩 龍心血 這個反正多龍巴魯托沒用了 我看對面能力是多少 對面沒有剛才沒有架 那我就龍心血 反正要死龍心血隨便打一下 打時間打咆哮 索羅亞克打索羅亞克就放了 怎麼辦 咆哮五吧咆哮五吧 還有十秒鐘沒時間想 格鬥克惡 直接懟上去 劍五不想劍我 懟他 龍心血 因為這炮跳等下肯定會走在整區 威克來威克去先幹他 打了一半拳 五道熊是可以打 都可以打 三個羊跟五道熊都可以上 三個羊跟五道熊都可以上 三個羊 哎呀一點血沒打死 如果我是近身戰他就死了 好不是說點保險 回衝我 多龍 多龍帶氣勢 披帶好像還挺賤的 呵呵 好對面提速了 提速了 五風妖精還在啊 拋下狠話 我去 他拋下 他就要留著 好煩啊 人家又要來了 那我後面有什麼 後面必須被他威克了 我鋼羊 我去 我要不直接圍攻鋼羊算 先不 那就圍攻鋼羊吧 因為先不剋我的帶拉機弓嘛 但是這個鋼可以抗一下 能不能圍攻出來我想想 好像不行 他已經 他開始 不是瞬風 他加速了 他加速可能就超過我風妖精了 搞不出來了 索羅雅克的速度肯定很快 他惡系 索羅雅克的速度特別快 那我這回合就直接順風就好了 對吧 我直接順風把他索羅雅克收了就好 鋼羊直接擊劇了 也不用圍攻 他本來就殘血了 擊劇成鬥 正好把物攻拉一點上來 對面鋼羊我還活著 還有什麼東西 摳把臉 還沒有 狗怕利瘟 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都是什麼瘟瘟瘟的 順風 這樣我總比他快了吧 比他快了 鋼羊速度總足108 他105 他加一段速度 我加相當於加兩段 對圍攻出來其實 就是圍攻加的攻太高了 有點怕危險 剛才對面是那種 數羅雅克真F 為什麼我的鋼羊這麼脆啊 對面肯定是眼鏡的 眼鏡絕對是眼鏡的 不可能我 打一下我就要死了 又來了又來了 這會打誰 我看看喔 圍攻月亮之力 這還要不要圍攻啊 現在是可以圍攻啊 但是我都要死了 圍攻圍攻 也沒事情幹了 只能圍攻 順風開過了 月亮之力估計也打不了多少去 隨便圍攻也 會不會把自己打死都不知道 別把自己打死了 幾句幹嘛 對打仙墓吧 仙墓威脅太大 但是我就 打吧打吧 應該死不了 怎麼可能會被自己圍攻死 喔他拍我了 拍我了 喔一滴血 應該能秒掉 怎麼也是 神獸行列的人啊 怎麼打不死 剛才我還集體拳鬥 把攻擊加回來了 我一滴血那個叫什麼 無形 無形氣藥 被拍拍不死 他還有什麼東西 這這回是真的暴雨龍嗎 欸 什麼情況 他怎麼還有暴雨龍 他可能這就是真的暴雨龍 然後這個是自行過渡 沒有威嚇的 就是這樣子 現在我這要不保護一下 沒血了保護一下 隨便保護一下 換的話換誰 換野牛 算了就保護片一波吧 我得有保護 保護保護 不過他也不一定 他會打哪邊都不知道 騙一波 騙一波 極具拳鬥 打他的這個左邊這邊 欸 騙一下 看一下他打不打我 好笑我能不能幹死 不知道 如果拉很多耐久的話 可能幹不死 喔幹死了 幹死了就剩一個暴雨龍 那我的炎牛還在啊 那就隨便打了 炎牛一個炎崩暴雨龍肯定不行 隨便打了 沒打死我 沒打我風妖精 等於風妖精掛機了 現在是幾段攻 打了兩個級別拳鬥 這就隨便打了 月亮之力 看看 現在是 嗯 我打了兩個拳鬥 居然 我打了兩個拳鬥 攻擊的沒有上升 剛才被威嚇太慘了 這沒有技能打暴龍 鐵頭 鐵頭怼一下算了 他是水加飛的 水加飛鐵頭怼一下萬一畏縮了 土桃精英 把自己弄死了 生命保育了 對啊能帶 要去排位那個對戰塔洗那個標準 自信過度了不會吧 他還有沒有機會啊 自信過度了 別被他幹死了呀 這炎夢要miss了我不是完蛋了嗎 這不是自由對戰這是排位真是排位 哇這炎夢要miss了我就死定了 他加一段攻了我是炎死系他有攀鋪 別別別別 好死就出來了 那他就沒了 神獸男 獲得了第一場勝利 剛才那把掉線都不算了 這公開也沒關係 這本來就能用 而且還可以說一下那個到底怎麼獲取 哎呦對面又有威嚇的 看見沒有倫琴貓也是威嚇的 跟鬼還有火煮欸 火煮怎麼打呀 火煮他改屬性 他如果改飛行系 我眼牛是能打 改那個 機關頭 哦喲喲 哦喲喲我兩個反過散 這肯定 這肯定是那種法師路易感覺 呃對面 對面肯定還要拍我啊 而且兩個可能都是超級局的 他又要拍我風耀鏡了 我老是被排 那我要不就保護吧 渡火 渡火是燒對面 讓對面的那個 這回是守住啊 肯定要拍我 拍我然後他火煮估計要直接 急劇火爆幹我了 我這邊大字爆可以打他那邊 但我 就大字爆打他超級 他拍不了我 墨西幹 急劇了 急劇火煮了 我管靠 那個什麼 我還沒見過 急劇火煮火煮 哇 還有一個大火炊 肯定是幹我風耀鏡 怎麼可能幹我多龍 他沒有什麼技能可以幹我多龍 他急劇惡可以幹我 我吵完了 他還有突襲的 他急劇惡打我的話我就完了 希望別打我的右邊 大字爆 哦打出來了 超主打不死 肯定背心 不是背心 是什麼 霧花果的 為什麼我打不死 這可能就是 這說明特攻多龍力度高 他打我風耀鏡太好了 風耀鏡走了 風耀鏡走了現在換什麼 下個回合 下個回合我就可以圍攻了 我就可以圍攻了 我就可以圍攻了 我圍攻誰呀 圍攻代拉機翁 還是圍攻鋼 這代拉機翁被他剋 被他剋 被那個草主剋 草主還活著呀 就代拉機翁吧 剛才上過那個先上別的 看一下這個 問題他會變屬性了 他那個自由走位 哇 大哥把我 一下把我打殘了 草主也太狠了吧 估計是下版本最強的怪 這個草主 這回的圍攻 然後打個極具什麼 極具大地 那他要極具飛衝我就完了 這個火煮變 飛行系我就完了 打個炎崩比較穩 他會變 我要不打草主 打草主的話 打什麼 極具 極具炎打草主 打不動 極具格鬥能打 極具炎可以打 極具炎打草主 然後圍攻吧 快點 沒時間想了 圍攻多龍 你看他下回 火煮會變什麼屬性 現在完全不知道他會變 感覺這兩個很靈活 對面兩個 一個可以 擊掌 一個可以變屬性 這個極具特別大一個 圍攻 來了準備來了 帶垃圾翁的正義之心發動了 我開一個極具炎有個好處就是 岩石系沙暴天氣 特防1.5倍 說不定後面有用 因為我現在圍攻完以後我的物攻肯定是夠高了 那個草主肯定能秒掉 欸不對呀 他草主 他有青草滑梯啊 打一下我說不定我要 他這回肯定要青草滑梯 沒有打青草滑梯 那他打什麼 火球把我 東龍把我都幹掉了 那還是火星 沒有打青草滑梯為什麼 不然他會先動呢 那個先制度加1的 草場 現在 好了 炎牛要 炎牛要獨殺了 現在 試斷跟不攻呢 只要別被秒了就行 對 我就是神獸男 盡管我就是神獸男 開掛 草主機長旗旗旗旗旗 青草滑旗旗 然後 拍錄 再帶一個 隨便帶一個 什麼 我現在 哇 富妖精的出來 無敵了 對吧 我直接不再開順風 我就無敵了 太騷了這個 對面全是閃了 還全是方塊 法師隊 給法師隊教育一下 我現在幾句人 把他活入秒 或者打個什麼 基於拳鬥 基於大技 基於拳鬥 基於大技 都可以 因為我現在開順風 肯定是我最快 他沒有辦法擋住我 我惡作基於新開個順風 我就 基於大技還能加一段特防 我就無敵了 極度折滿可以帶 但是我不太喜歡 因為我用不好 來了來了 哇靠 這個 就是直接推對了 太恐怖了 還加一段特防 這個隊真的打出來主 真的變態 黑屋 哎喲 哇 他那個 水衣物帶黑屋 把我全部清掉了 那等於我那個特防也白嫁了 物攻也沒了 全沒了 後面不知道還有什麼 哎那我再圍攻一次不就好了 再圍攻一次 我還可以圍攻 太猥瑣了 真的 期ís 其實我感覺就帶一個青草� kok 就夠了 不用再皮 帶別人 他這個還不是威嚇的 可能是毅力的 奇怪 他現在來一個 死一個 感觉这个队好像围攻队没什么那种 如果队员不知道的话 根本就没法打 他知道的话还好 就是能应对 看我视频的声音觉得我声音为首 现在觉得更为首 这么真实的 正义之心 现在第八 这个赛季开始就可以用三个剑克 三圣剑都可以用 还有那个无道雄士都可以用 他不会又黑五 像以前估计那种二级神都是黑的 我还是那个我还触发弱点冒险 我这个还带着弱点冒险 等于我现在六段误攻 太可怕了 对面估计都绝望了 要骂人了 我觉得他都可以跑了 这已经 这神兽难得太猥琐了 你也要去对战里面猥琐对面 你看我现在真的就六段误攻啊 哎五段为什么 不是六段吗 哦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围攻 那个队友死了 队友死了他就没有打四次 随便打 月亮之族 看我妈那我就用别的方法打 我就不用围攻 他看我妈 对对对围攻就三次了 绝望吧 在神兽难面前绝望吧 雨天熊狮队 我是组了一个雨天队 但是没有熊狮 放不进去了 位置不够在 以后可以专门搞一个熊 但是熊狮 不好用你知道 他弱点很多 我看了一下他弱点特别多 很容易死 就是不能做核心来用 绝望吧 我都有点玩不动 真的 对不对跟我一样的 也是这种 好 那怎么玩 那拼什么 那就是拼什么东西 两边一起围攻野牛 一直围攻野牛 你也围攻野牛 我也围攻野牛 好像确实是这样 两边一起围攻 我就围攻野牛了 后面带个什么 带多龙还是带什么 看一下 他要炎牛的话 好像带什么都差不多 神兽大战这把 神兽混战 有没有神兽全部上去 哦你也围攻炎牛 我也围攻炎牛 这比的是什么 好像就是对一样的开局啊 都是差不多的 拼速度比猜拳 谁快谁就赢是吧 急剧拳斗 直接怼上去 哎我要顺风的话 顺风打不死 打不死 肯定打不死 只能围攻啊 哎就是拼速度了 然后拼猜拳了 两边估计对都是一样 我如果开顺风我不开围攻了 不开顺风那我先打 我先打 我急剧前头肯定打了 我能用一倍 他没有他没有 他开顺风 他开顺风他想怼我一下 什么意思 他就想怼我一下 那没用啊 怼我一下怼不死 等于他选择了顺风 哎我去 我忘记他这个 他选择了顺风之后 他就会把我这个 拆掉啊 拆掉我就不一定能打死他了 完了完了 卧槽 我真是被自己坑死了 他就是那个逃脱按键在出发 我让我违攻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下回合 能用什么打 草系的 刚系的 随便上一个 都差不多 都反正都一样 那我能不能 但是我可以把他打掉 我先 我已经触发 这点保险了 应该能打掉 但是后面的怎么打 把炎牛干了 干了以后 他现在速度很快 后面有什么 我看一下 还有9415的哪哟 钢羊 钢羊 你说他现在围攻 那我不是爆炸了 对吧 他现在围攻打一下 钢羊 爆炸 然后干我 我有什么反制的手段没有 极具防臂 极具大帝 我不防肯定死 这钢羊得干啊 钢羊圣剑 剑舞 守护 圣剑干一下 铁头 感觉我要没了呀 他现在围攻我就要没了 他开顺风开出来 然后 好像我后面就不好打 等于他不止一个 他居然死了一个 还有千千万万的这个 怎么办 时间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我得带个飞机的 带个飞机好远 现在完蛋了 他现在也爆炸 两边都爆炸 好把眼 果然打我眼牛 我守住了 诶 打了大概一半 顺风是变态 可是一开空间就打不了 跟我刚才一样 呃 那我现在 他肯定还打我带拉机 现在要不就继续防 但是不一定 要不就双点他 双点他好 死肯定要死一个 肯定要死一个 随便死一个 他后面好像还有 他刚才是两个牛还是三个牛 我有点忘记 圣剑圣剑怼他 可能他也是三个牛 我刚才忘记看了 没看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草屁的 别让这里盯住啊 哇怎么这么疼啊 刚眼牛再见了 然后他的羊也再见了 复换一下 圣剑 他还有没有 他还有还有哦 不是完蛋啊 看看他是不是三个羊 我操 等下我现在 我现在也有 大哥 我也有 来吧 我也有 他没有了 他没有了 没有了就好了 没有了就好了 我现在我看看 我但是 我现在只能打顺风 顺风也没用 顺风也要被打死 我看他顺风还好 一回合 他现在风药精速度比我快 点我一下 刚一样我就死 顺风守住了 就这样吧 先拖一回合 看看会怎么样 看我妈啦 他猜我要打围攻 他只会看我妈 可是 不用围攻 我不用围攻 那下回合的话 那就是我的 我的回合了 不对 他顺风又可以继续开 他要继续开 我可以杀杀飞机 我现在围攻会等 这总打不死吧 47点几 打哪一个好一点 打飞机吧 打飞机 都行 都行 两个都是做钢的 他现在也是 但是没关系 两边等于等于都 速度很快 好 现在轮到我了 打一下就两点血 就要两点 我说 不过没事 还好我围攻 他抗刚果的 没围攻 可能打不死 肯定打不死 他是不是没有了 感觉他没有了吧 就剩一个风瑶金了 风瑶金那没什么用了 月亮之力顺度 随便打一打 我感觉这把他打到中间 我感觉都输了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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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赢 围攻队 VS围攻队 这有点意思 不打了不打了 撤退了撤退了 今天这个神兽队 我感觉可以分享 这毕竟 就是这样一个队伍 好了 公开一下队伍 你们喜欢的可以拿去玩 然后 也可以从哄里换神兽 然后自己准备舞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